你看吗?看不起日本人小日本,说韩国人高丽棒子,印度人阿三,全是我们叫的,就以为自己了不起,天天还瞧不起黑人,你好好看看你尴不尴尬。 你见过中国双一流大学,哪一个大学赶超的对象是日本的大学,没有一个,全是美国的,就以为亚洲我什么最优秀,我是最牛逼的。 你们看一看,老一辈日本人我不跟你们讲,我从这个四季给你们讲,从01年开始,你看日本人每年得一个,平均一年一个。 其中,这个日本鬼子,靠什么得到诺贝尔奖?大学四年级本科毕业论文得到诺贝尔奖。 再来,14年,日本鬼子一年拿三个物理学奖,我们连喷嚏都打不出来,我跟你讲。 真的,高老师,你很少见到中国大学对标双一流去看上日本的,就莫名其妙的,那种优越感。 知道吗?我就跟你说呀,就是小聪明把这个国家害了,知道吗? 15年,我们老太太得了诺贝尔奖,大家在这儿欢喜,像我们在懂教育的人都不说话,为啥呢? 老太太已经85岁了,日本鬼子弄一个80岁老头,而且跟他两个在同一个学部,再整一个56岁的。 你说你,你要知道日本的国土面积跟四川差不多啊,人口也跟四川差不多啊,你怎么就可以这么骄傲呢? 小日本。 西瓜视频 西瓜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